3.7分蓝片迎来续组 主演打黑也没用 已经开始筹备了近年来 娱乐圈中越来越多的明星 开始跨界当起了导演 不管是什么主持人 作家 歌手 演员都要来当此导演 果果尹 歌手刘仲宇也是跨界导演自己的作品 后来的我们 而这部电影获得的口碑还不错 想必刘若英尝到了甜头 还是会继续当下去的 而就连何炯这个主持人 还导演了自己的电影《只字花开》 这些和电影八杆子打不着的人 都来拍电影了 就更别说和导演最为接近的演员了 而演技好的演员 去转换小编也就忍了 但是那些戏都还没有的演员 去当导演小编我就本能忍了 拍出来的那都是什么玩意 而就在今年的暑期当 小沈阳导演的《处女作梦》 从过江也试试上映 而小沈阳作为二人转演员 转行导演也是受到了不少的非议 而这部电影上映以后 在豆瓣上的评分也会是仅有3.7分 可以说是烂片无疑 可虽然是烂片 但小沈阳还是靠着她的号召力 隐瞒了不少粉丝的观看 最终这部电影的票房也是到了2亿 不过这部电影作为小沈阳的恋寿电影 两亿的票房也是够回本了 再加上这部剧的成本不大 甚至小沈阳还能赚出个电影制作成本 而正因为这部电影回了本 导致猛虹过江 这部3.7分的烂片迎来了续作 而剧中主演小沈阳的老婆也是表示 打黑也没用 已经开始筹位了 看来这部剧的续集注定要开拍了 但来赚了钱就是不一样 底气就是足 不知道小伙们你们期待小沈阳猛虫过江电影的续集吗 欢迎在下方评论留言 与小编一起讨论